无论是大棚种植或者说是陆地种植 这个黄瓜呀 这段时间我发现啊 经常性的有瓜农他咨询这个瓜条 就是说长到了一定的比例以后呢 他就停止生长了 或者说是压根呢 他就不长 有些农户呢 他认为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是不是营养没有供上所造成的 其实呢这种观点也不完全的正确 也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 你比如说像就是这段时间吧 连续的阴雨天气啊或者是光照不足 他都会导致的光和作物它的一个下降 呃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在夏季的时候这个温度呢比较高 如果说温度呢你大于35度以上 他的受粉呢就会受到一个影响 啊如果你受粉受到影响的话 那么他的产量呢也是不容易提高的 仅仅呢在夏季的下午 我们呢一般到四点或者五点以后 啊我们呢去喷洒 比如说葡萄糖再加上磷酸二氢钾 呃用这两种呢就可以去化解这个瓜条 它不长这样的一种情况 多会儿量是吧 多会儿量这个标准呢 比如说葡萄糖我们一桶水 可以加上150克 而磷酸二氢钾呢去加上50克的量就可以了 呃 这个一桶水的量指的是15升水 嗯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瓷花开放以后 那么 呃烟面我们呢就要去喷洒一些赤梅素 再加上这个瓶多益酸和云苔素 然后呢来促使它这个瓷花 好了感觉视频对你有帮助呢 在下方给你们的傅老师呢 点一个赞 呃 农民朋友们大家好啊 嗯 高湿的一些天气 白粉病 大家知道啊 这个椰片上呢 有一个白毛状的这个包子 包子一旦形成以后 咱们去打这个杀菌剂 由于包子存在呢 就很难够清除干净 目前来讲呢就是这个杀菌剂呢 已经产生抗性了 所以说呢我建议咱们农户啊 一旦发现这个包子以后 首先呢就要先用这个小苏打 从这个椰片的正面就是有上往下啊 依次去打这个小苏打 啊 一喷污器呢 建议可以使用到60到70克 这样的一个量 从上往下 包括椰片的正面背面都要打掉 最好呢是把这个包子呢 能够先冲刷下来啊 冲到这个地面上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方面 毕竟呢小苏打水是减性的啊 建议咱们农户呢 冲刷下来以后啊 间隔三天的时间 去使用现在进口的比赛菌安 这个一瓶呢是100毫升 可以的打石桶水 同时呢可以去配合 像别的这个零酸二氢甲呀 或者蓬菲呀 可以一块用啊 也可以单用 然后呢迅速的去把椰片 这个有上往下 包括正面背面 依次呢去打 最后一定要注意啊 包括地面的 咱们冲刷下来的这个 真菌包子 这个操作行 这个地面 同时也要连地面的一些杂草 都要给它喷吃 这样子呢百分兵才能够彻底的更致 好了 希望本期的讲解啊 能够帮助到您 农民朋友们大家好啊 本期呢我们又见面了 这期啊我想跟咱们朋友们聊一聊啊 就是关于小麦追肥的一些话题 这个反清肥到底应该是在什么时间去追比较合适 有的呢说是在三月份就应该去进行 三月份呢主要就是一个小麦的反清时节啊 也有一部分农户呢认为应该是在小麦 进入八截期在进行追肥的 到底哪一个产量更高 我的观点啊应该是什么呢 自己呢到自家这个地块先去看一下小麦的一个展示 根据展示去进行追肥 我认为这样子呢效果是最好的 的确啊小麦呢在年后有一个二次分镍的一个高峰期 可能呢好多农户认为啊提高小麦的分镍数 那么小麦的每亩的这个产量啊就会提高 这个真不见得 举个例子 假如说呢咱们本身一亩地啊 种下种量就比较高 另外呢小麦的分镍率呢比较强 如果咱们放到三月份再去接着追肥的话呢 就很容易导致增加的这一部分呢 好多都是无效的分镍 这个田间呢是密不透风 反而呢有利一些病害的出现 或者是后期这个倒腹的情况呢比较严重啊 反而呢会容易减产 所以说呢呃如果说针对这样的一部分地块 我建议呢咱们农户呢可以适当的往后放一放 去放到四月份 也就是拔架的时候啊 拔架起 然后再去追肥 假如说咱们这个地块呢本身 呃下种量就比较少 分镍率呢也比较少啊 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 底肥的时候啊用肥量不足 在这个时候呢建议咱们农户呢就可以考虑啊 在三月份 要优先的结合反清水一块呢去用反清水啊 来迅速的提高小麦的分镍率啊 以促使呢小麦呢这个产量有所提升 希望咱们农户啊在 人的这个话题上一定要 看地是肥啊 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呢我们又见面了啊 这一期啊 呃我想给咱们朋友们聊一聊 关于小麦空汪剂 它的一些使用的方法 或者注意事项上 很多农户啊 咨询现在这个小麦空汪剂啊 到目前为止还能不能够使用 我一般都是这样回复的 先问您是什么地方的 为什么要这样的说呢 因为有南往北啊 小麦这个生育期所出的生育时期呢 是不同的 再加上去年的一个暖冬的一个天气 今年小麦这个拔截呢普遍的提前了 可能有些地区呢 现在已经处于小麦一个拔截时期了啊 使用这个空汪剂 一定要敢在拔截之前去进行 为什么拔截之后不建议再去使用空汪剂了呢 首先我们空汪的目的是什么 主要是为了防止小麦它的一个顶端优势啊 来缩短小麦的一个珠糕啊 以此呢来提高后期的一个抗倒腹的能力 那么我们缩短的这部分间距 主要呢就是想让小麦的这个静梗啊 发粗发壮 尤其是小麦的第一个境界和第二个季节啊 这两个部位最为重要 所以说呢 我们如果在拔截期的时候再去使用空汪剂啊 就会导致呢 小麦呢 可能我们呢第三节或者是第四节 控制的比较好啊 比较粗壮 但是第一节和第二节呢还是比较浅细的 这样子呢 反而在这个倒腹方面更容易造成一个倒腹 这个就是不建议在拔截期呢去再去喷洒这个空旺剂了啊 那我们正常时间来讲啊 这个空旺最好呢是敢在拔截之前去进行 那么这个拔截有没有一个什么的标准呢 也就是说呀我们啊 拔开这个小麦这个进击部啊 我们呢去看 如果说进击部第一节露出地面 两公分到三公分四公分 这样的一个距离说明小麦呢 已经出于是八截的时间了 就不建议咱们农户再去用了 希望对咱们农户啊有所帮助 农民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呢我们又见面了 现在大蒜呢已经进入反清期了 有些农户呢现在已经追过反清肥了啊 但是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追过肥以后啊 这个大蒜呢还是出现干尖黄样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大家知道啊很多做这个农业的一些 老师啊普遍介绍到啊这个大蒜干尖黄样 是一个缺肥所造成的 但是经过农户啊追过反清肥以后 并没有减少干尖黄样这个情况 那么这些我想给咱们朋友们聊一聊 就是说大蒜干尖黄样这个情况 当这个不是肥料所引起的 那么另外是什么情况呢 将来他们农户拔出来一个蒜苗啊 先去看根基部剥开以后呢看看 有没有一个蒜区存在啊 看看有没有一个注释或者是啃食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情况呢也会引起大蒜的一个干尖黄样 减少营养的供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缺塑症 大家知道呢大蒜经过一个冬季啊 整整的大概得差不多有五六十天的时间 原来啊这个大蒜 它在描述的时候这个营养呢 主要是通过母体的营养 那么到反清以后呢 它就要脱离母体了啊 就需要外在的营养供应了 也就是说我们追这个反清肥的时候 一定要去配合一些微量元素 除了我们正常的使用这个 比如平红肥啊 或者是氮磷钾这些肥料之外 建议咱们农户呢 一定要去配合使用比如说过磷酸钙 或者说是一些烹砂 以及硫酸鸭体 这些微量元素 一定要去配合上一块去使用 那么咱们农户呢 也可以去通过烟面喷湿的这个情况去进行啊 在烟面喷湿的时候呢 建议一桶水就是三十斤水的一个量 建议呢可以加入磷酸钾呢 是六十克 然后呢云台素内脂 一般是五克的一个量 然后再去配合一个氨基酸的一个水溶肥 氨基酸这个水溶肥呢 一般建议三十到四十克这样的一个量去进行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